大家好,9月26日星期四 今天有很多新闻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我和很多新闻工作者一样 都是特别关心立场新闻案 事实上我觉得不单止 新闻工作者应该关心这案 新闻工作者为何要去报导新闻 为何要去发掘事实、发掘真相 都是希望公众可以知道情况 所以我认为全香港的市民 都应该关心这件回归之后 首次涉及新闻工作者被控煽动罪的案件 不过这案件较早前法官已经作出了裁决 几个被告都是罪名成立的 不过未判刑 原定排了今天下午2点半开庭 法官会在庭上作出判决 结果根据传媒报导 法官郭伟健下午4点40分才到庭 即是被原定的时间辞了2个多钟 我看即时新闻的报导 就没有说到为什么法官辞了2个多钟 没有解释到 你想想他辞了2个多钟 其实庭内庭外都等了很久 心情难免坦提 按道理是没有理由的 因为法庭法官应该是最守规矩 最按规矩办事的 为什么会被原定时间辞了2个多钟 那是否应该解释一下呢 但看即时新闻又没有解释 究竟是觉得不需要解释的 不用说的 定义说其实他是解释了 可能有什么突发的情况 特别的情况出现了 不过传媒没有报导 总之我就看不到原因 看不到解释 对我来说有点疑惑 那说回判决 今天的判决在我看来 法官对立场新闻 原总编辑钟佩权的判刑 都相当的重手 好 钟佩权现在呢 法官就说他以量刑起点是23个月 减刑两个月 结果判仇21个月 钟佩权在保释之前 其实就已经有很长时间 还压过的 还压了349天 即是接近一年 准确来说是11个半月 那现在判刑呢 判刑呢 判刑21个月 即是他要 入到监仓里坐 再判囚多 再坐到 监禁多9个多月 所以 是要再重新去复刑的 钟佩权的代表大作 宇若美在庭上求情的时候 一再陈词 就说 求情的唯一一个目的 就很希望法官考虑 譬如钟佩权 他已经还压了300多天 希望法官的判刑 就在这个还压日期之内 就令到被告 不用重返监 不用再坐了 那结果 余权薇就 未能如远 即大状和被告都未能如远 那么钟佩权 是要回到监仓里去复刑 那我说呢 法官呢 这个判决是相对重手的 为什么呢 在23条立了法之后 煽动罪 那个判刑呢 最高的判刑呢 是加重了 加重了个罰质的 原本呢 最重判错了两年 但是有了23条之后 煽动罪 最高是可以判囚7年的 不过 立场新闻案呢 就是23条立法之前 已经提控了 所以呢 他就不受 新立的23条影响 换言之 他犯的这条法 这个串谋法部 煽动刊物罪 最高都是判刑 坐牢两年而已 现在法官判中配权的时候呢 就以23个月为量刑起点 减刑两个月 判他21个月 那就是什么呢 即是说 他量刑起点呢 近乎就已经是 这个罪 最高的刑罰 那就是 所以 那就是 非常之重 当然 事实上 如果你对比之前 和类型的案件呢 那你就看到 那个分别 譬如 羊村案 羊村案 和《立场新闻》一样 都是判村谋 发布煽动刊物罪的 那结果呢 那结果呢 羊村案 五个被告呢 都是判囚 判监 19个月 那就比 中配权 现在判监 21个月呢 是轻的 那这个 都是串谋 发布 煽动刊物罪 那 另一个 傑斯 那 他呢 就是当年呢 就不是 去控 被控 犯这个 串谋 发布煽动刊物罪 这条罪呢 不完全一样 不过同样呢 都是煽动罪 他那条呢 就是叫做串谋 作出具煽动意图罪 那 那 量刑起点呢 就 法官呢 就以21个月做量刑起点的 那因为呢 他认罪扣减 那他最后呢 就判囚14个月 那你看到他的量刑起点呢 都是轻过呢 中沛权的 亦都是轻两个月了 中沛权量刑起点 23个月 那 傑斯是21个月 那 那 这个就是傑斯的情况 那 唯一呢 就更 另一宗案呢 就好像跟 中沛权呢 就差不多了 是一样了 快必 他呢 就在2022年呢 他那宗案呢 就作出一个裁决 那他被控呢 七项呢 發表煽动文字罪 那 那他最后就是判囚21个月了 那跟 中沛权呢 现在是一样 不过当时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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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庭上呢 就有了 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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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首先引述辯方一些求情的重点 辯方如何求情有什么重点呢 法官说了几个 首先辯方求情时提及 被告只是在新闻工作期间误度法网 不是蓄意煽动 另外辯方求情时也说 本案两个被告 即是钟佩权和林兆彤 都是新闻工作者 只是报道社会实况和公众人物的意见 是社会所需的一环 新闻不是政治宣传 并非报道单一意见 而是愚实和持平地刊登多方意见 所以本案的量刑 辯方希望与过往的煽动案有别 简单来说希望轻一点 不过法官判决的时候 就表明他不认同辯方求情时的说法 法官怎么说呢 法官就说 法官郭伟健子 他不同意辯方说被告是误度法网的 他强调煽动罪是在1938年已经是罪行 法官又说法例早已经提供相关指引 指传媒工作者可以发布什么 不可以发布什么 而且重点是发布意图 法官强调 立场新闻无疑是发布很多新闻报道 不过不代表不具煽动意图 他也说立场新闻不是单纯的新闻工作者 法官说立场新闻曾经在2020年民主派初选首日 就发布何桂兰的专访 而其他参选人就没有同样的待遇 法官认为立场新闻是帮何桂兰助选 重新立场新闻有意图去发布煽动言论 这个就是法官的讲法 立此传诀 当然法官他就这件案的判决 都必须说 在很多新闻界中人来说 都觉得非常多疑问 例如一个资深新闻工作者 信报前总编辑陈景祥 在今个月初曾经在明报写过一篇文章 当中提到立场新闻案的判决 那个红线并不清晰 陈景祥的篇文章是这样说的 他说立场新闻案令到新闻界议论纷纷 家因煽动罪令人担心媒体 会因触碰定义并不清晰的红线而待入法网 所以就倾向小作批评 减少提出尖锐意见或者指向公权力人物的评论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禁声就比较安全 长此以往 新闻界的监督 揭露制行角色就会逐渐消失 那陈景祥在他的文章结论就这样说 他说实事求是地说 煽动罪对新闻界会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但是视想如果新闻界沉默 不敢发挥监督制行的功能 对香港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这个就是资深新闻工作者陈景祥在《立场新闻案》判决了之后的看法 陈景祥在月初登了这篇文章 在《明报》登了这篇文章之后 惹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的反驳 邓炳强就写了一篇文章去《明报》回应陈景祥的文章 就说特区政府并不认同他的观点 觉得他当中带了一些错误的内容和观点 所以要严正指出他的误导之处以证时停 不过除了陈景祥之外 另外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 也都在《明报》评论过《立场新闻案》 他的看法是这样的 他说如果法庭在判决一宗关乎一个行业案件的时候 在社会事实的问题上 不尽考虑该行业本身的规范和认知 判决对该行业以至了解该行业的人来说 是很难有说服力的 也都可能会对行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害 简单来说 即是说如果你现在这件案是涉及新闻界的 但是你判决的时候 你都不考虑新闻界本身一个普遍的认知 即以那种立论不是新闻界普遍的认知 那你怎能够期望你的判决对新闻界有说服力呢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那这个就是关于钟佩权的判决我的一些看法 那另外呢就针对另一个被告 就是《立场新闻》处理总编辑林兆彤 那法官对他的判决就比对钟佩权是轻一点的 那林兆彤呢 法官就以14个月量刑做起点 那因应他的健康情况就进一步减刑 令到他不用再回到监狱 不用再即时入狱了 因为林兆彤和钟佩权一样 同样都是在保释之前 还压了超过300天的 钟佩权还压了349天 而林兆彤就还压了313天 那都是接近一年的时间 那都是很长的时间 那当然啦 林兆彤呢 不用再回到监狱 那就会令关心他的人 可以手手松一口气 但是其实都不是真的 真的可以松一口气 因为为什么他不用回到监狱呢 为什么官员愿意去减刑呢 因为他的健康确实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我记得上次 《立场新闻案》判决的时候 都跟大家提过 当日林兆彤是没有出席到去法庭的 因为他的代表大藏宇药薇就说了 他身体有些严重的情况 经常要进出医院 所以他去不了法庭 去听那个案件的裁决 那今天呢 在判刑的时候呢 林兆彤是有去法庭的 他太太也有去的 在判刑的时候呢 在判刑呢 在判刑呢 林兆彤的医疗报告 也都在庭上呢 讲到他的身体的情况 那林兆彤呢 患上的病呢 就叫做 抗氏中性白血球细胞质抗体 哇 就是听到这个病 你都知道多罕有 多复杂 那医生解释 这个病是什么呢 就是说身体会产生抗体 攻击自己 那 除了这个病之外 那另外 林兆彤呢 现在也都有严重的 狼瘡性肾炎 肾功能呢 是少于三成 要定期复诊控制 那 林兆彤现在一直呢 由玛丽医院的专科医生治疗的 一旦被监禁呢 那就担心是无法呢 就再送去玛丽医院 接受这些定期治疗 那另外呢 林的肾病呢 也都很容易就进入第五期 届时呢 如果有感染 简单如脱水 都有机会就要去洗腎 那担心呢 如果被监禁 就会延误 医治 那就导致他有生命的危险 哇 就是你听到这个这样的说法 都知道呢 那个危险性 那听完之后 是确实非常之深厚 那但是 为什么会身体出现 这些这样的情况呢 我相信呢 就和过去那几年 卷入这个诉讼呢 都大有关系 就是他既曾经还压了三百多天 那 那育中的日子也都不容易 那对身体呢 都有一定的压力 那更加上就是对心理的那种压力 那包括他自己和他的家人 那所以 就是身体现在就出现一些这么严重的问题 那 那所以虽然呢 他当然都是好事 他不用再去 回到监狱 那但是呢 但是呢 确实呢 是很难说 真正松一口气 因为那个医治呢 我相信都是一个漫长的路 对他自己和他的家人 和他关心他的人 都是漫漫长的路 希望呢 希望呢 他可以大步揽过 那 那 那这个呢 就是今天呢 立场案的判决 那跟大家呢 大概分享到呢 这里 那 那今天判决的时候呢 根据传媒报导呢 那 平常见到呢 那 就是 中佩权和呢 林兆彤呢 表现都是很冷静的 不过呢 就 林兆彤的太太呢 就是忍不住 流泪啊 那 看到这些这样的报导 都难免 觉得很心酸 唉 只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而已 我在这条片开始的时候呢 就说今天呢 是很多新闻 今天 坦白说 都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不过可能 不是很多人记得 1984年 9月26日 中英两国政府 就在北京 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 那这份联合声明呢 就 确立了 香港 1997年 就 回归了 中国 那 这就是 1984年的 9月26日 发生的事 那 其后 两国政府呢 就在12月的时候呢 戴卓尔夫人和 赵主阳呢 就再正式簽署的 联合声明的 哎 40年了 嗯 好 当中的变化 你说多少 多大呢 好 今天和大家呢 就 聊到这里了 拜拜